为什么上帝会关上一扇门 生命当中 很多时候一个受阻的机会也可能是上帝用于教导的工具 上帝希望塑造我们成为他的形象 他可以使用任何东西 包括我们想要的东西来达成 今天的影片将和你分享上帝关上一扇门的五个原因 学习完请记得点赞、订阅及分享转发 谢谢你支持我们的视频事工 一、关上门是为防止错误 一条道路清晰并不意味着这就是上帝要我们走的路 有时我们没有做出明智决定所需的信息 因此他拦路 圣灵知道我们一生的路线图 我们应该跟随他的引导 二、关上门是为重新引导我们的脚步 上帝不会任凭一名有志仆人失去焦点 关上门是为结出更好的果实 带来更多的满足和更大荣耀上帝 三、关上门试验信心并建立忍耐 等候主很难 但这是我们学习智慧、忍耐和信任的一种方式 四、关上门为我们赢得时间 我们并不总是相想的那样做好准备 在我们未准备好前 上帝可能会暂时关闭一个机会 五、我们还未做好准备 我们并不总是相想的那样做好准备 在我们未准备好前 上帝可能会暂时关闭一个机会 虽然谈及关门之事 但核心信息是上帝会为我们打开门 而每一道门都将引导我们朝着最好的方向前进 上帝的道是完美的 如果我们持守住 我们将会过一个服事 满足和荣耀神的人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